因为这两位也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学员代表 虽然毕业没多久 是 两位聊聊对学姐的一个印象 学姐是我们早就听闻的风云人物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没想到今天能够见到 两位学弟也非常的优秀 怎么优秀呢 就是除了才艺之外 我们的心结物变个魔术 你知道 我觉得就是还可能 还有更好都没有见证 有没有可能还有更好的 近距离的见证一下 有 有 学姐的要求必须满足 其实真的没有准备什么 就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 我先 我 明天 就拿袖子 超厉害的 袖子捲起来 好 开始了 我准备四张牌 刚刚是从那个里面拿的 这四张牌是什么呢 我先不能全部给你们看 它是个牌背 这个花的 所以说它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几张 所以说我就拿少一点 因为多了的话 会更看不清楚 所以说就越少的牌 我觉得它是越神奇的 好 我先看一张牌给你们 第一张 好 是六 然后现在我不数下去了 我向你们看着这个草花六呢 它到第三张的位置 像这样的 放第三张 对 然后再合起来 但是呢 它还是会跑到第一张来 没关系再来一次 再草花六 然后我把它放到这个第三张的位置 然后再来一次 你会发现 它会是跑到第一张 过分了啊 有一个更巧妙的解释 就是四张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秘密 就比如说你把六旋转过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其实有点像九 而且不仅是一张 你可以看 第二张也是九 第三张也是九 这太过分了啦 而且我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这么看 你看 你看 你可以摸 你可以摸 你可以摸一下 对 它真的是印上去了 我可以这么给你们看 九 对 九 但是魔术到这里还没有完 因为它只有四张牌 所以说 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 哇 我眼睛是不是花了 见鬼了 你真的有可能是见鬼了 它会变成像joker 像这样子 而且不仅是一张 是四张都是 啊 哇 刚才那一瞬间 我的寒毛都已经竖起来了 对 四张都是这个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